二位 我听说啊 北梁世子要来阳城探望她大姐 这一个是不学无术 一个是不知廉耻 这对姐弟 真是一位人哪 我听说啊 这承斋先生的夫人 将徐之虎骂作是两脚香炉 这件事啊 京城都知道了 你是有所不知啊 在宫里有个娘娘 跟承斋先生的夫人是同族 按备份算啊 娘娘叫她一生侄女 徐之虎他这般浪荡 他卢家这点脸面 往哪儿放呢 卢家的事 说给我听听 陈辈 怎么 到酒楼了 卢家就在附近 前辈可以在卢家用饭 我都行 到了调物啊 到了卢家之后 麻烦前辈帮我照顾好他家 还有 千万别让卢家知道江霓的身份 你不跟着去啊 我要去江新郡找一个姓刘的人 有啥人 要弄清楚 他跟我姐到底什么关系 刘先生和徐之虎什么关系 你们都还不知道啊 是有了私情吗 刘先生是何等人物 文采精士 家学渊源 哼 这大伙 之前在豹国寺 遇上了就没脸没皮的勾引人家才子 刘先生 嗤之以鼻根本就不理睬他的 然后可巧 被这刘先生的夫人给撞见了 这刘妻可不得了啊 听说 跟娘娘都是亲戚关系 听说娘娘叫他侄女 那可不是吗 怎么能融得下这种当妇啊 你们猜怎么着 直接啊 第一个打仗就打上去吧 打的是解气 如今养成人尽皆知 我们卢家有这么一个儿媳妇了 不是这样的 当时并非如此 哼 你还想替他抵赖啊 走走走 公道自在人心 算了 受委屈被误解 心里自然会很难过 但是你要记住 千万别哭 眼泪啊 要留给心里最重要的人 知道了 来给我吧 你就别跟着了 忙你的去吧 这人就刘怡婷 其他读书人 讲究君子远刨除 他都肯亲自下除 也算难得 娘子 是我 我姐不会看上她了 世子如此确定 我姐心里有人了 在武当山 武当山 那不都是道士吗 去办事吧 来 来 娘子 尝尝这个汤 我可是熬了很久 排气呢 那气坏了身子就不好 气死拉倒 刚好撤了你的戏 我实在是冤枉 你也知道 室内把副主动成我 实在是无妄之灾 那女子可逼我年少 娘子 我对你是一片真情 怎么会对那种当副动性 你怎么就不信我了 那女子不知廉耻 你以后少去见她 不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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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着不计 早会相见 看看 别生气 夫人还没冻块呢 等吃完了再来收拾 不是 这一吓了 越发没有规矩了 别生气啊 你去看看 谁啊 刘丽婷 刘先生 这又是谁啊 都到家里来了 我也不认识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还挺好的 刘丽婷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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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怒我 我 我当真不知此女是谁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进的府门 你给我出去 不是 不是 夫人 夫人 你息怒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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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闹下 宋冠衣 好 我现在又去叫人 夫人的簪子还挺漂亮 你干什么 姑娘 若是求财 把人放了 一切好说 我不要钱 只要命 刘先生的名声这么大 不如借命一用 我与姑娘死不相识 哪来的怨仇 你我并无仇怨 可我和北梁 不共戴天 在下与北梁也并无干系啊 徐之虎 是徐萧的女儿 那你应该去卢府 杀徐之虎才对啊 卢府戒备森严 再说了 卢家还有一个 唐熙剑仙 卢白杰在 我也闯不进去 卢白杰是卢家人里边 我一把徐之虎 当作自家晚辈的 姑娘要杀徐之虎 确实不容易 女佳 你要杀的是徐家人 我更是姓柳啊 如今江那谁不知道 你和徐之虎面兼情热 杀了你 并还也长长心痛子 姑娘 姑娘 那件人虽然痴缠外子 但外子却对妻 嗤之以鼻 并无什么兼情 夫人怎么不跑 夫妻本同名 我怎能欺他而去 有这么好的夫人 不是 说的都是真的 我跟他徐之虎 并无牵连 还对其厌恶用家 你对他什么感觉不重要 关键是他喜欢你 所以杀了你 他一样心痛 姑娘说明 你下说明 闭嘴 娘子救我 姑娘 我与宫里贵妃乃族情 姑娘行事可想想后果 我报仇的人 不会想这么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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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校 我能帮你杀了徐之虎吗 怎么个帮法 那大夫对我贼心不死 我约他死灰 他定然会复约 这婚约你也疼 我这种细心 运续之虎出来 你看我 上我夫妻之礼 才会逃脱呢 也对 你们可以逃走 也可以大声叫喊 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 不敢不敢 我心比目 好 接下来的话 不能让他听到 什么话 我和徐之虎之间 真正的关系 是你在纠缠徐之虎 确实如此 每逢徐之虎出门 我总会找机会后遇 送诗文 赞美色 各种手段用尽 也算是费尽心计 换做其他女子 总会动容 可偏偏这徐之虎 铁石形成 始终将我拒之千里 那包裹寺呢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我也是一片痴心 她恰好扑上你的夫人 不是巧合 她是专程的寻摹的 然后呢 她没瞧见我专人衣袖 我当时随机应变 斥责徐之虎 不守抚道 屡次纠缠 你反应倒是挺快的 也是无奈之举 之后呢 那次还要相信我 一气之下动了手 你还敢还手啊 待我刀兵还制刀兵 北梁人向来如此 所以 我和徐之虎之间 并无情意 她对我恐怕只有恨意 女侠 如果要杀我 她并不会心痛 还是不对 既然是你纠缠徐之虎 那她为什么不出现反驳 这点我确实也想不明白 或许 或许是她 古傲清高 不屑解释呢 空口白话 我凭什么信你 刘宝可以对天发誓啊 卢家在江南什么地位 你能比吗 这个 这个比不了 那你为何还要纠缠徐之虎 她虽是寡妇 但她也是卢家人 你和她传出这些闲话 不就得罪了卢家 这 其实虎确实美貌 所以我对她都 魏慈 你就用我的前途冒信 你觉得我能信吗 这 解释不清啊 我看 还是杀了你算 女侠到底和北辽结的什么仇啊 你都盘问起我来了 有些事儿 我要不知道女侠的身份 我死也不会说出口 告诉你也无妨 我是楚国公主 我是楚国公主 西楚皇国公主 这把匕首 认识吗 西楚传国匕首 神福 你倒是认识 你倒是认识 史书记载 紫壁中 可换十二场 这档宝物 我有所听闻 你真的是西楚公主 你活到现在没有死 你希望我死了 你希望我死了 哦 不敢不敢 那我知道了 许消灭了楚国 公主因此有恨理所当然 还请公主见谅 听闻徐凤年 快要到江南了 公主此时出现 我难免有所疑惑 我这次来江南 就是找机会杀了徐凤年 你不过就是个天头 你 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 也是与北梁为敌啊 公主 稍等 公主 你看 汉林润 进城之心 刘某的好友 现在是汉林润的术吉士 败坏徐凤年 是他教你的 他说朝廷向来寄贪北梁 如今北梁于江南联英 更是心腹之患 我若能败坏徐凤的生命 说不好 就能让卢家和北洋反目 虽然这么做 会惹恼卢家 可是说到底 眼灾地心 等我再去京城 未来前程 不可限量 所以 这从头到尾都是阴谋 并不是什么君子好色 哎呀 怎么能说是阴谋呢 读书人为国效力总是应该的 这些事 他知道吗 并不知情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他恰好扑上你的夫人 不是巧合 他是专程地寻我的 不是巧合 是我让人传了消息 才让内子敢来报国寺的 然后利用你夫人同族的关系 让宫里那位娘娘 帮你大肆宣扬此事 这样你的名字就能被皇上听到 刘丽婷 你连自己的夫人都算计 算是而为 怎么能说是算计呢 公主 这回该相信我了吧 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 都是与北梁为敌啊 这么说来 确实如此 可你也真够狠的 徐之虎可真被你给毁了 卢家家归森严 按我的想法 卢家最好能对他动家法 到时候死了都有可能 只可惜 卢白杰一直护着他 不过没关系 咱们现在有机会了 什么机会 如果能确定徐凤年的行程 有我和徐之虎的传闻 大体会单独见我 到时候公主出手杀了赐贼 对你来说 是报了国丑 而对我来说呢 就能彻底毁了卢家 和北梁的盟约 两全其美啊 厉害啊 真不愧是杜树鱼 信是谁写的 你 你又是谁 靳兰婷 没听说过 汉林月数集是这么多 世子没听说过也很正常 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 张巨鹿 还是别人 不好判断 不过 这手段倒是阴险 这个叫蓝婷 回头得好好查查 你刚才做得不错 但还是个破绽 她说她受京城指派时 你不应该这么轻易缓和下来 楚人恨徐霄 更恨黎阳皇室 她说她夫人 跟皇室贵妃同族 你态度要更强硬 才符合扮演的身份 我哪有世子这么神的心思呀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徐凤年 刚听说你要杀我 这倒没什么 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 这就到我底线了 待我刀兵者还以刀兵 刘黎婷 是你自己选择 给你带来的终局 来人哪 世子 她怎么办 她打过我姐一巴掌 我姐也还了她一巴掌 这事 就算跟她没关系了 就这么放了 要不杀了吧 顺手的事 做人做事 还是要有点底线 这是要把刘大人捆到哪里去的 这是要把刘大人捆到哪里去的 这是干什么事啊 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 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 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 并无伤亡 好 怎么把嘴堵上了 拿掉 救命啊 非要世子媳妇也要杀人了 喊 徐凤年 接着喊 徐凤年都有私情 临阳城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啊 没错 我就是北梁世子徐凤年 诸位 把这名字给我记好了 兄弟 你不能杀我 你要杀人 人便杀你 这就是天理公道 我知道我怕了 我 我愿意偷向师父门家 最后一点赌气也没保住 走 回阳城 走 徐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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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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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